你今天早上特别提醒我 有两件事情非常地关键 第一件是什么 今天我们刚刚讲到 今天的这个韩国瑜 已经找了江启臣当他的副手 你这很清楚 蓝绿两党就像你预估的 没有人会去跟白的合作 蓝绿两党都把门关了起来 而且现在虽然韩国瑜讲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副手 我们的副院长 虚习以待你可以进来 可是那根本就在呼嚨的 现在很清楚的门关了 这个就代表 你现在你对你的小草 你可以民粹 你可以呼嚨 可是你进到立法院 碰到这些老狐狸 你就一筹莫散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 他知道他的状况了 他知道他的问题了 他知道这段时间 别人都在骗他 都在呼嚨他 所以你说蔡壁如 回到柯文哲的身边 将是一场心风血雨的开始 对 是一个新的开始 今天我看到蔡壁如的这个说法 我吓了一跳 我才了解到 现在柯文哲实在的状况 因为柯文哲的情绪 还在否定期 换言之讲 他目前他还成立在选举的 这个余波荡漾中 他没有走出来 对 他没有走出来的柯文哲 我就完全搞懂了 你看了没有 他写文章攻击我 对 对不对 然后他也对立法院提出四点改变 策略 对 那这些都是属于很不实 很虚幻的 非常虚幻的 很不实在 很跟现况脱节的一些的一些现象 所以换言之讲 柯文哲现在在否定其的幻想中 他还没有回到真正的现实的政治生活 那这个时候蔡壁卜的出现 是有助于辅导他 快点走出来 脱离他现在的困境 他有这么 这么困 因为你知道选总统 宝洁我看过很多人 有很多人失败 就承受失败这个事情 这个很困难很困难 施明德不是讲过一句最简单的话 接受苦难意 那还有一种 这柯文哲一辈子没有失败过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失败 他没有办法接受 而且他真的没有骗人 他讲的话 我完全相信柯文哲 他真的相信他会赢 他真的相信他会赢 因为选举的人到后来 我告诉你一句话 许姓良有一次选总统 你记不记得 他也相信他会赢 许姓良都相信自己会赢 对啊 这个是 可是你的想象 你的信念 你的决心是一回事 可是数字就是科学理性务实 这个数字你也不像 数字怎么会做到 你都是第二名 这个选举这个事情 是让人家会产生 非常多的理想 非常多的幻觉 因为当你看到小草包围 那个热情洋溢 那个热浪过来 那个大进场 那整个时候 你根本就完全非理性 你以为你在 你以为你在吹齿 你用你的魔笛 你用你的指挥的双手 你指挥的群众 其实不是的 是群众带着你往那个地狱里面 谁里面跳 你不知道啊 因为太 那个情感太丰富了 所以不是讲一句土话吗 一句老话吗 对不对 杀君马者 所以不是你被你这些呼喊的鼓掌 的声音所迷幻的 然后你开始 就是气接而亡 但是这就是处在否定期 走不出来的柯文哲 才是现在的真正的柯文哲 因此我们在讨论什么 立法院那场这个都多余的 当柯文哲没有走出来之前 2月1号之下的结果 就不会有结果 但是八个人会不会重要 八个人不重要 柯文哲才重要 柯文哲也不重要 因为2月1号以后 他已经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空间了嘛 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推论柯文哲 后面会有什么2026啦 2028啦 还有郭正亮讲说 他们会有选出100个议员 乱讲一通 都不知道 这个就是菜不如最精准 他个人还在那个否定期当中 好那问题是 我们要谈一个 比较健康的说法 到底这次选举 柯文哲发生什么事情 柯文哲对台湾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冲击 这个要很冷静的面对 很简单 柯文哲算不算成功 算成功啊 当然算成功啊 他一个人 敲动蓝绿两个大砖头 两个大人被他干挂 他拿的票 是把蔡赖金泽的票拉下来 也顺便把侯友宜票拉下来 他一个人害两个人嘛 因为赖金泽原来估计是六百万嘛 挂掉了嘛 侯友宜估计也是六百万嘛 也是五百五以上也挂掉嘛 就被他一个人害了嘛 那凭什么有这个害人的能力 有这个坏事的能力呢 为什么 他有他的魅力啊 他有他的魅力 好 我现在讲 讲了柯文哲的心法 今天如果国民党跟民众党 民进党不学会的话 那这个郭正亮的讲的话 就可能成真 我现在把他的心法 介绍给所有大家听 他里面有个关键人物 就是他的不分居立委 有一个人是战国策的董事长 他手上有一堆网军 他有一堆网军在那边可以利用 他有长期培养的网军 好几万人 柯文哲随便写个屁东西出来 那个两百个人不会看嘛 他一弄了两万 造成一个假的绅士 然后后面就会变成 真的会变成绅士 由虚变实 由假变真 这第一招 第二招 他柯文哲是唯一的一个 这是雨萱教我才知道 你叫雨萱解释更清楚 柯文哲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政治人物 精心用力 在投资上亿的经费 在哪里的 在TikTok 在短影片 他短影片吃遍全台湾 他第一名 我也有 可是我是 我是自然的行程 他是刻意经营 所以在短影片的时候 跟谁接触 最平凡 青少年轻人 高中生 20到29 他们20到29年轻人看什么 看30秒钟的东西 你在侯友宇讲了30分钟 谁要看你啊 赵超康以为自己现在很有魅力 你讲5分钟 没有人要给你看 谁知道你照照片 30秒 30秒决定输赢 柯文哲生 那30秒的东西是什么东西 当然是胡说八道 对不对 这骗嘛 每天说给你送粮嘛 然后30秒 那个我目前叫做 这叫碎片型思考 他这不是碎片 他根本是一粒 那个是个空气嘛 那完全是假的东西嘛 所以30秒钟的宣传 才是这一次 他成功的关键秘密 所以现在各党的领袖人物 包括我在内 我现在开始要进入 你要进入 我当然跟他干了 对不对 我先把他抢一半过来再讲 我一定要破掉他 2026的可能性嘛 那我怎么破他 我把我的颗黑 在我的TikTok里面 在短影片里面 我要在一起之地啊 大家来抢 这个抢完之后 柯文哲就回去 屏东或是新竹 当医生 没饭腾好吃 汇臣 刚才讲到 现在柯文哲 万事莫如必如己 开的会的时候 要不要讨论副主席 没有的 赶快把这个找回来 搞了半天 过境千返 他发现他最能够相信的 这个时候 默然回首 灯火栏杆处 他就发现 他最能够相信的 真的只剩下蔡壁如吗 只有蔡壁如在跟他讲真话 前一代谁要对面 呼嚨的被灌米汤 灌到他跟蟹子都脱节 害他现在走不出来 但问题是 如果蔡壁如被这样对待 他干嘛回去啊 对 其实我跟你讲 这是所有的癥结点 因为我就心里想说 如果我的老板是柯文哲 如果我是壁如姐 我被人家当呼资责来 挥资责去 论文出现问题 他也不保我 你只要把我踹开 说杀就杀 说杀就杀 然后补上谁 补上长公主 然后补上长公主之后 明明他已经当完不分区 这一次要去 选立委的应该是谁 也是长公主 为什么是我壁如去 很简单 因为壁如 看着柯文哲 他某一种程度上 他的那种感恩之心 是非常重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感恩 感恩什么对不对 你说这所有的人 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 只有蔡壁如 对柯文哲感恩 是因为某一种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 柯文哲改变了 蔡壁如的人生 我刚刚去稍微 serveille一下蔡壁如 他的过往 一些相关的采访 我才发现一件事情 原来壁如姐 她其实是可以 讀書的人 但是她家庭非常 就是清贫 所以她是屏东人 她屏东客家人 然后她念书 其实有机会是考上女中的 结果后来她妈妈说 我们到家散起来 你也有一技之长 你去念那个护士这盒书 结果反正就访到之后 才发现 她小时候家里多穷 你知道她妈妈 他们是种胶农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台风 他们都泡在水里面 所以就代表着 他们家完蛋了 因为没有办法收成 结果她妈妈 竟然带着她 一度到了 然后就发愣 那什么意思 其实她妈妈想带她去巡短 她家有四个小孩 为什么只带她去巡短 为什么 记者就问她 她就说 因为我们家重男轻女 我们家男丁一定要留下来 我的姐姐年纪稍长 她可以照顾其他的小孩 简单来讲 她是差点被妈妈 就是因为那时候状况 一时脆弱 所以她差点是这样 没有人生的 是可以被牺牲的 她是可以被牺牲的 所以她其实就后来 念上了那个护专 她上台北嘛 那上台北的考纪的好不容易 靠自己的力量考纪台大医院之后 她也是个小护士 那就当了六七年 后来来了谁 柯文哲 她就是一个那个 那个菜鸟 那个住院医师 人家就介绍她跟蔡碧如 没有想到两个人一拍即合 所以从那时候 就不断地一直跟随着柯文哲 然后包括在叶克摩团队 他也是他最重要的左右手 难怪柯文哲讲过说 他就是一个小护士 没有我的话 他怎么可以在医生前面 教他们怎样用叶克摩 我当时觉得你是完全看不起 这个所谓的 瞧不起这个所谓的这个蔡碧如 可是反过来讲 蔡碧如是真心感激 因为你 我真的才可以在台大这个殿堂 对这些台大的医生 教他们怎么用叶克摩 而且你知道吗 他真的十八百五亿 都是自己学来的 他会看超硬波 他甚至有些医生 要请他帮忙去看诊 如果真的人太多的话 所以你就知道 蔡碧如的人生 真的是因为柯文哲的一个情况之下 慢慢转变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 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呢 其实是从小就有 那个先天性的心脏病 所以他儿子七岁的时候动刀 然后动刀 其实我本来以为是柯文哲 帮他儿子动刀 就也不是 柯文哲不会开刀 不会开刀 对 后来柯文哲就去看 全程帮他看 帮他看 他儿子开刀 然后最后他儿子 抓出来之后呢 就是他就说 那个蔡碧如的儿子 要有那个电坛 比较保暖 什么什么的 结果后来那个负责人忘记了 柯文哲因为这样 就很生气 骂说 你们怎么没有在那儿 然后就挂电话 所以在那个时候 那个蔡碧如有觉得 他把我的儿子 像是看待他的亲人一样 在照顾 不是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他在台大住院的时候 就得到了柯文哲 很好的照顾 其实我们一般人 得到医生 很好的照顾的时候 我们都会感念一辈子 是 然后所以呢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蔡碧如的人生转变 他本来是可以被牺牲的 那个人 结果他现在可以在医院 医师前面 去做很多的事情 第二个 他最重要的儿子 也因为柯文哲的关心 所以这还有一件事情 柯文哲MG149 在2014年那时候 不是爆发很多吗 一大堆的事情 那时候就是 所有的账单什么的 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 你们所有人要去查 去找蔡碧如 因为他什么 就没有错 蔡碧如人到了记者会现场 让记者问到宝 所以在那个时间 他都知道 对 从那个时间点 蔡碧如就是柯文哲 从台大医院地下室 爬出水面 然后一路一路从政上最重要的伙伴 但是这个伙伴 在柯文哲开始发达了 然后开始变成两任市长了 然后开始变成党主席的情况之下 他忘了他 因为他身边有太多的一些 战狼小姐姐们 然后有太多的其他人进来 所以他那时候被冲昏了 忘了他这个救人 有了新人忘救人 是 所以在那个时候 就是他就把秘如发配便 降到什么什么 但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柯文哲竟然 因为一个民调事件 真的被蒙蔽在里面 他被蒙蔽 所以经过这一议 他才发现一件事情 只有二三十年前 三十几年前 跟我一开始 从小医师一路走出来 一路这样爬过来 然后一路到现在 还对我不离不弃的蔡碧如 才是我这一个 不管是在职场 任何战场上 最需要重的对象